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2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在中共挑战美国芯片 弯道超车美国科技的大跃进中 曾有一位科技英雄 一时风头无两 狂言要买下台积电 和并联发科的 中国紫光集团 前董事长赵伟国 20日因涉嫌职务犯罪 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官网痛批赵伟国利欲薰心 肆意妄为 处心积虑 巧取豪夺国有资产 工器私用 化工为私 将所管理的国有企业 视为私人领地 网上一片讽刺谩骂 其爱国人设也彻底崩塌 中国多年来砸巨资 准备在芯片领域和美帝及西方 一较高低 但却一直未能开发出 替代美国等先进半导体商的制造技术 习近平越来越火大 于是对半导体业高管 启动反弹调查 随之 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 去年7月中旬 遭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已经失联长达8个月 现在赵的最新动向曝光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日下午发布通报称 日前国家监委对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赵伟国 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近年来 中共为摆脱对外国芯片的依赖 倾取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 但砸下去之后 由于机制腐败 收到的基本都是口炮 技术创新收效甚微 却爆出大量贪腐 自2021年11月华新投资前副总裁高松涛落马以来 从2022年7月开始 半导体业幕后推手 俗称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已有多位高层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包括大基金管理公司前总裁陆军 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 华新投资前总监杜阳 投资三部副总理杨征帆 华新投资二部前总经理刘阳等先后被调查 与之关系密切的芯片巨头子光集团高层也落马 赵伟国被立案起诉引发热议 微博大V职业投资人深圳张艺轩发博文说 中国的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太多蛀虫了 前些年号称弯道超车天团也全进去了 有网友跟帖说 当初吹厉害了我的国就是这帮人 最后看到的太多是弯道超车 有网友嘲讽 说吧 摊了多少 有人跟帖说 也没多少 据传万亿芯片研发费用 几个人用了一半多吧 中共无论在哪个领域 首先讲究的都是政治第一 包括科技创新 3月16日 百度推出AI智能聊天机器人 文心一言 引发公众关注 经过实测 这款机器人能生成图片 完成作文计算 但是对政治问题却拒绝回答或者转移话题 3月20日 路透社报道 经实测 这款机器人拒绝有关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题 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当向文心一言问关于习近平的问题 如习近平是否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他对中国的贡献 以及要求提供他的诗歌和肖像 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 他以两段关于习近平的教育和角色的描述作为回应 但他拒绝回答其中的大多数问题 该机器人说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大规模语言模型 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问我一些其他问题 我会尽力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当被问到诸如1989年 六四事件和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民族迫害时 机器人也以类似的方式回答 有时候这款机器人还建议用户转换话题 比如被问到中共是否应该使用军事力量来对待台湾 它改变了话题 在路透社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时 该机器人十几次提示说 让我们换个话题重新开始 当被问及如何处理敏感问题时 该机器人说 在判断一个话题是否可以公开讨论时 要考虑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和道德标准 批评者质疑 文心议员和其他正在开发的中国聊天机器人一样 没办法回答中国大陆的敏感话题 因为中共当局一直对互联网进行严格审查 这个机器人太中国特色了 分析称 文心议员对政治讨论的严格限制 符合百度对中共政府提出的审查敏感话题搜索结果的要求 报道还说 测试由微软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却并不排斥回答政治类敏感问题 另外 据大陆媒体北京商报报道 当记者要求文心议员画一朵玫瑰花时 文心议员回复说 很抱歉 我没有构思好这幅作品 请您稍后再试 据美国之一报道 福坦默大学法学教授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 明克胜表示 在中国 为消费者使用而推出的任何人工智能技术 都将面临遵守中共审查准则的压力 而且这些人工智能技术 很可能是通过大量官方媒体文章培训出来的 这些文章在广泛的问题上都要坚持北京的官方立场 在中国大陆 该机器人也遭到诸多批评 3月17日 微信公众号 冰川思想号发文 百度ChatGPT 有点太急了 评论道 生成是AI的属性而言 百度可能挑错了赛道 算力算法都不是问题 硬件技术的短板迟早总能跟上 时间也不是问题 问题出在生成是AI需要开放的竞争性的技术环境 但是网友认为 在中国 这个观点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落实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来是反苏共的 但吊诡的是 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前夕 属于统一俄罗斯党的普京 却在中共党媒发文 称呼习近平为统治 统治一词原是苏共和中共两党之间用过的称呼 现在被国际社会追杀的普京 为了拉拢习近平 却用了这么一个根本就讲不通的称呼 给习近平挖坑 希望彻底绑定他 令中国网友大喊鸡贼 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前 习普两人互相在对方的喉舌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吹捧中俄友谊 显示中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外界认为 这是中俄抱团血暖 共同对抗美国的表现 不过 中国网友一直对习近平被普京拉下水 大喊可惜 普京在中共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称 对这次习近平访俄期间 即将举行的会晤寄予厚望 文中称 俄中关系进展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这种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 也没有领导者和追随者 没有任何界限或禁区云云 文章还不忘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 说 美国已经将俄罗斯宣布为迫切的威胁 也将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但俄中在大风大浪的世界中保持密切合作 应对共同的威胁和当代挑战 更搞怪的是 普京在文中称呼习近平为我的老朋友 并称自己与习近平同志初次相识 是2010年3月初习近平率团访俄期间 文章还提到真正的朋友就像亲兄弟一样的 同志一词是共产党员相互之间的称呼 苏共政权已倒台多年 普京用同志称呼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令人怀疑除了表示亲近之外 其实就是希望习近平被绑上俄罗斯的战车 永不回头 上月中共外事班主任访问莫斯科时 普京就曾表示期待习近平同志来访 有时事评论人士分析 普京此次邀请习近平访俄 就是要习为他站台 普京的发文等于给习又挖了一个大坑 但习近平眼看是个大坑 也不得不往里跳 习近平也把世界上的人得罪光了 没有朋友 只能和俄罗斯抱团取暖 去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前夕 中共高调宣布中俄合作无上限 被认为并向鼓励俄罗斯发动战争 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后 还继续装农作哑 不愿谴责侵略 并给了俄罗斯不少的援助 和国际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对立 一直被俄罗斯利用 这一年多来 俄罗斯一直试图将中共捆上战车 去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栄战书访问俄罗斯 俄方马上公布了栄战书 谴责北约东扩 承诺在不同方面 侧应俄罗斯亲屋的讲话视频 3月20日 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 宣布将在裁员9000人 预计未来数周内执行 这是亚马逊近期第二轮大规模裁员 上一轮已于今年1月初裁员1.8万人 据有关资料 亚马逊在全球拥有约150万名员工 公司行政总裁贾西当日在内部宣布消息 形容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但考虑到经济的不确定性 需要更加精简成本和人手 并表示新一轮裁员初步将影响 亚马逊的云端运算 人力资源 广告及推特直播串流等部门 不过暂时未知哪些国家的员工会受到影响 据报道 亚马逊在新冠疫情期间 大举招聘导致公司人员过多 此后这间公司一直在裁员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